你愿意相信我吗 魏长老曾经跟我说过 就算云雀一直在过门 只要无缝还存在 他这一辈子 就会一直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中 所以 如果我们要朝宵死守 必须先除掉无缝 但这一点 我一个人无法完成 我需要你 无论什么事 我都愿意为你去做 我需要你和我里应外合 制造我偏帮你的家乡 做什么 我要将云维山带回前山守门 若宫门内乱 前山后山不和 你为了一个女人 拿整个家族的性命打赌 你配得起职人儿子吗 宫门之耻 我们两个要联合言语出信 住手 成何体统 欺骗上关键 让他感觉到 宫门内乱 即将分崩立心 公子宇当选职任之后 那我们岂不是要听命于他 愿多服输 我不服 不服输 有些事情 只有他做得到 赌汤导火 在所不辞 职任的话只说一面 赌汤 我现在与公门职任的身份命令也退下 职任之命自然存存 再让他把这消息传出去 这是出公门的暗道 以及如何关闭暗道机关的位置 公子宇若真坐上职任之位 那公门离覆灭也就不远了 不如我们帮他一把 怎么办 趁公门内乱 召集精锐 攻入国门 一望大境 十年之间 攻门浩劫 但对吴风来说 也是重创 在那之后 吴风折服多年 与其等到他们与义凤门 再次大局来犯 确实不如我们主动设去 请君辱翁 所以你的身份 也是故意暴露 是 我不暴露 如何让你们安排妹 扮演戴选新娘混进来 再一网打经 为了好好迎接你 我们还特地选了个良辰吉日 今天 就是送你们吴风上黄泉路的良辰吉日 所谓的半月之期 治安时刻 这也是你们 故意让上官家查到的吧 费金心机潜伏多时 正好让你们有所收获才是 崔岳公子真是好算计 我也想被你夸 但是好算计的人 不是我 是你 我让金凡送来的鸡汤盒子里 有五色五味的米药 你是不是忘了 我也服用白草醉 当然没有 我只是为了命运守卫 不是来救云卫山了 你一定很奇怪 骨骑夫人 为何会结缠云卫山身上有伤 其实 那事我要她就这么说的 你这么做 就是向云卫山告诉我 上官前也是无缝系的 你 是无缝之人吗 我是 而且 上官前也是 没错 但我相信 你也一直对上官前有所怀疑 只是没有时针是吧 我曾以为你寄予职人之为 不择手段 甚至不信我害父亲 但当我情力三欲失联 我才明白 能够通过这重重考验的 必是已经设下自我 将守护公使义族 将守护公使义族 守护着旧城山谷 放在心中守卫的正义之人 虽然 虽然 我不想说这样的话 虽然 虽然 我不想说这样的话 确实是我小看了你 我欠你一声抱歉 恐怕 我好像也错看你了 这声抱歉 彼此就不说了吗 我需要的 不是你得道歉 你要什么 我要你陪我演一场大戏 哥 哥 快去教训 跟侍卫奈 快去啊 哥 哥 哥 宫门内乱一直都是作息而已 入戏太深而不自知的 只有你们无疯 宫氏一族的刀尖 从来就不会向内 只会向外 公子小心 他的邪有剧的 我有白倒醉 是你也要小心 我时常在想 你云维山一身本领 心如玲珑 却怎么能只是个痴呢 师妹亡良 越往上 手上沾的血越多 可我染的 都是我自己的血 你也要小心 他在过程的 他在上部 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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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公子 你怎么样 母后侠 中毒了 你不是有大少庆 怎么会中毒 因为这不是毒 是骨